电视台湿 现在是上午的8点钟 我在百度贴吧找了一下 里面没有人愿意带路 而且提醒我小心被打 三合仁财市场离深圳市中心只有几公里 被誉为大神的聚集地 打一天空玩三天 低消费15块钱就能活一天成为了大神们的传说 基督片中的大神向外界展现出了颓废的生活状态 对于我来说 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想要了解真相必须生在其中 在闲逛中我认识了一名大神 在说明我的想法后竟然不谋而合 于是他带我到他的宿舍看一下 每天都是痛苦运气 自己管自己自己干点活 晚点天 管我你我就直说了 你一八招撂下我别说话去 你是好人 没有没有就把三合找坏了 三合一旦找坏 那么谁都看不起你 他就会越来越看不起你了 所以我这次来台湾压面 对中国这些年轻的出口气 中国这年轻的孩子都有志气 人穷志不穷 我说的对不对啊 只是过来偷拍而已 过来就拿这个相机过来偷拍 我们人看到了直接跑 跑到谷光店面 就在里面堵他 不叫他出来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删完 我都看见了嘛 就是很多人 就是直接用手机拍的也有 直接当场给你把手机摔了 这主要是 主要是有一些人发现 他喜欢拍一些那个 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的没的都发到网上去 如果你家人人看到的话 就会影响你现在的处境了 还有一个美国人来拍画 我不知道 我就看见那种美国人 带着几个人子 来这里转了一圈 这个发挥发挥东西的话 我就看不清楚了 我一定我等他讲个话 就结结巴巴的 没有设定剧本 没有设定台词 他们说我只负责听 我已经感受到 他们在万人偏见的眼光中生活 他们不惧怕生活的艰苦 却惧怕尽头 似乎总有人想在他们身上 找到游越感 然而我看到了 他们奋斗的意义 也看到了单纯的意义 能调整过来吧 你现在有地方住没有 没有啊 也没有地方住 没有啊 只能住在网吧 可以啊 都可以住 打工了就有地方住了呗 对啊 衣服就不一样了呗 对啊 那你能不能调整自己的状态 可能啊 能啊 我现在就是我寄存的包裹里面 就有衣服啊 我这个衣服 你不要看着这样 一千多块钱 啊 不开玩笑 那那那 他肯定有个商雕的 是不是太平洋了 你看是不是正牌的太平洋了 对啊 其实创业创业了好几次 也都没成功 现在只能说我一步一步的向目的靠近 非常的艰难 可能是明年 也可能是今年 你没想到 对 为什么 因为我的目的还没找到 如果每个人都希望风风光光的回去 但我的目的还只差一步 都看不起别人 如果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那事情多得去了 做一做日间玩一下网 放松一下自己 把这些事都忘记 嗯 只能这样做 进过传销 啊 我进过传销 待过十几天 进了传销十几天 是怎么把你骗进去了 就是朋友骗朋友吧 那时候我是在做火锅的 炒火锅料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遭遇 我不想去接他们的伤痕 所以我停止了录像 他们没有选择在家啃劳 而是怀揣着梦想 在深圳奋斗 这就足够了 我不想将别人的遭遇 无限放大 博取同情 我跟他们说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我希望如果哪天 见到你们中的每个人 都能过得很好 就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有一 我请客吃饭 反正你在山河 吃饭的钱还是搞得到的